下班呢,我去给邻居送点东西 这个是沃尔锅巴,然后这个是猫耳酥 还有两袋鸡蛋卷 因为邻居让我去拿蒸好的馒头 不好空的去 送点零食给他们 我妈总是跟我说,远亲不如近邻 跟邻居要好好相处 拿了好一袋 上次我就拿了一次 那天你给我那一袋 隔天早餐我夹蛋出 我吃蘸辣椒酱 早餐你就把它切成片 把它搁鸡蛋,搁一点点盐 多搁点鸡蛋,转一下,去锅煎 烹饭,先烹饭 冰冰给的,她妈妈蒸的馒头 她给了咸菜 把它放进去 很热呢 邻居的女佣刚才过来送这个锅 回来给我 然后里面装了这个小饼 是邻居妈妈做的 芝麻盐 小饼 热乎 哎呀,刚才邻居又过来送 这么老些东西 两个大桃 哎呀,买 这是荔枝啊 这个是 烟桃 哎呀,买 草莓 这个是啥 米猴桃 怎么样 看看,这么多东西 嗯 我觉得她这是刚团购完水果 她刚团购完水果 然后就给我 拿到了就给我送过来了 嗯,这可能这都洗好了呢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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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嗯 超大 要用手来做比喻 嗯 超大 超大,大草莓 很甜 我的妈呀 嗯 幸福 送饭婆来送饭 哈哈哈哈 邻居来送饭啊 高颜值 直接 酱料在下面 酱料在下面 哈哈 这个就是 蘸黄瓜 黄瓜蘸酱呗 里面还有 我妈说叫海蒜 啊 这就是一顿的这样 高粱米粥 高粱米粥 哎,这碗高粱米我还真没有 我有小米 各种米就好 没有高粱米 感谢 然后 斩斩多了再还 我也想要不要紧 哎,我倒下来 我倒下来 等一下啊 刚才我睡觉了 我们邻居 给我们送个鸡 一点多就挂在门外了 拿进来了 我们的好同事好朋友 又加好邻居 他十一点多那个鸡就到了 然后呢 一点多送给我们了 然后我刚才睡觉了 三点多才起来 小哥哥说已经拿进来了 有个好邻居 是不是很幸福啊 有什么都想着我们 勾帮子 哇,勾帮子熏鸡啊 中华老师号 勾帮子 国内很有名的一个地方 勾帮子 他们那儿 专门产这种熏鸡 错不错